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没有过时的高级段子了 就是集齐13块水晶头骨就可以预测未来 我们先来听听关于水晶头骨的基本传说 在美洲土著人中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 远古时期有13块和真人头骨差不多大小的水晶头骨 他们会说话 还能唱歌 这13块头骨中蕴含着有关人类起源 发展和灭亡的重要信息 并且能帮助人类探索宇宙空间 据说早晚有一天 人类会把这13块水晶头骨都找出来 聚集到一起 让他们为人类演绎未来的奥秘 过去我们总以为 自己比原始祖先高明发达得多 文化的演变是人类社会几千年不断发展的结果 如此看来 我们的一生 只不过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极其短暂的一瞬罢了 而水晶头骨却是对上述观点的挑战 古老而原始的人类怎么能创造出这样完美的事物呢 玛雅人连同他们美丽的城市 复杂的象形体系 数学 历书和天文知识 在不断发展演变的人类历史中处于什么地位呢 水晶头骨的确是个谜 它不仅看上去好看 而且每一个接触过它的人都能讲出一段不同寻常的体验 或内心深处的感受 无论水晶头骨真实的力量何在 我们好像都得进一步研究下去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些信息呢 其实来自一本水晶头骨的探秘书籍 就是这本 我现在走投这本 它的作者是一个英国人 书名叫做《水晶头骨之谜》 揭示人类的秘密 破词号 过去 现在 未来 有些人可能觉得我们中文书籍是良有不齐 各种神秘主义的书籍会大行其道 实际上外文书差不多也是这个情况 好不到哪里去 因为只要人类的好奇心还在 那么科学和神秘主义 我觉得就会长期的共存下去 永远都不会有结束的那一天 2008年是水晶头骨再先波澜的一年 因为著名的导演斯皮尔伯格拍了一部好莱坞大片 叫《夺宝骑兵4 水晶头骨亡国》 这个故事发生在1957年 哈里森福特扮演的主人公印第安纳琼斯 距离上一次死里逃生的冒险已经过去了19年 心如止水的他 在马歇尔大学过着平静的教书育人的生活 虽然精力还算充沛 但早已不负当年纵横四海天涯历险的风采了 让他生活骤变的是一则传说 相传 秘鲁的茂密丛林中有一座神秘之城 它由纯金建造 活死人守护 地址不祥 然而 不知何年何月 竟然有人从这座神秘的黄金城中 盗走了供奉着的水晶头骨 现在 无论是谁将头骨完毕归照 带回黄金城古庙 就可以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利 琼斯听后觉得这真是历史上最好的考古发现机会 他感到自己血脉喷张 于是就决定开始一段新的冒险之旅 1957年是正值美苏冷战时期 当时是阴云密布 苏联的间谍也在各处搜寻着水晶头骨 想借此让苏联称霸世界 于是一段惊惊动魄 斗智斗勇的决战就开始了 正是这部好莱坞的探险片 让我们大众进一步熟知了水晶头骨的传说 这部影片上映后反响很不错 斩获了7.86亿美元的票房 2014年 好莱坞还有一部没那么知名的冒险电影 名字就叫做水晶头骨 Christos Goose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 13块水晶头骨中集齐了12块 结果却引发了灾祸连连 而且必须要找到第13块 才能拯救地球的故事 那么传说中的13块水晶头骨 我们现在到底集齐了几块呢 我搜出答案来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 事实上很多博物馆都收藏有水晶头骨 它们的总数早已经超过了13块 然而我查证下来 既然没有一件产品它具有发掘记录 2008年由英国和美国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 就使用电子显微技术和X射线晶体颜色技术 对大英博物馆和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馆内收藏的水晶头骨 进行了检测 结果呢 头骨表面的详细分析就显示 这些头骨在眼眶牙齿和头盖骨附近 有极其细微的旋转划痕 这种切割打磨技术呢 源自一种叫做旋转轮的珠宝加工设备 而古玛雅人不可能掌握这种加工技术 这种加工技术所用的工具 在哥伦布之前的美洲大陆上根本就不存在 研究人员就推断 这些水晶头骨其实是在欧洲加工制造的 材料则是巴西的无色水晶 很可能这些头骨制造完成后 被制作者当作是古玛雅人的神秘遗物 出售给了收藏家 而根据考证 19世纪末 伪造的印第安古董在交易市场上是十分猖獗的 以至于1886年 有一位叫做霍尔姆斯的考古学家 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墨西哥假文物交易》的文章来抨击这一现象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19世纪七八十年代 有个法国收藏家叫伯班 他就是专门从事水晶头骨交易的 他的水晶头骨呢 都是把南美洲的水晶送回欧洲加工制造的 大英博物馆和法国人类历史博物馆都从他的手上购买过水晶头骨 但是纸包不住火啊 到了1878年 伯班的名声已经很臭了 巴黎已经没有人肯从他手上买头骨了 到了1885年 他就试图把手上的头骨出售给墨西哥国家博物馆 但是墨西哥人也不是那么好骗的 他们鉴定出了这是欧洲制造的仿制品 并且把博班列入了诈骗者的黑名单 但是我刚才提到的都是博物馆中的水晶头骨藏品 而其实在坊间最著名的是一块被称为末日头骨的私人藏品 因为他的发现者的姓氏呢 是米切尔海吉斯 所以呢 他也被称为米切尔海吉斯头骨 这块头骨才是最著名的 他的发现者呢 是一位英国探险作家叫做弗莱德里克 他呢是出生于1882年 他1959年逝世以后呢 就把这块末日头骨留给了他的养女安娜 那么这块头骨究竟有什么神秘之处呢 我们的老朋友《无神论者》期刊的高级研究员 调查档案的专栏作家尼克尔博士又要出场了 好 那么下面呢 我就根据他2006年的一份调查报告 叫《水晶头骨之谜》 然后我再结合其他一些我验证过的信息 我来给大家讲述一下这块头骨的有趣故事 那为了叙述的方便啊 我接下去呢 就把弗莱德里克称为养父 把安娜呢叫养女 首先啊 为什么称他叫末日头骨呢 这是因为啊 1955年 养父在美国出了一本自传 在最初的版本里 他简要含糊的这么写道 我们带着末日头骨 前面已经讲过他的来历了 其实啊 前面根本就没有提到过什么末日头骨 接着呢 这位养父继续写 我是怎么拥有他的呢 说不得 我自有不愿公开的原因 末日头骨已经有3600年的历史了 这一段啊 让人难以捉摸 不过基本解释了 为什么他被称为末日头骨 不过在同一章的结尾 养父呢 又加了一句话 有关我们发现这块头骨的详尽故事 会在另一本即将动笔的书中出现 结果就是 过去了70多年 另一本书也没有被判来 那这里我再补充一个重要的信息 这些内容只出现在了自传的最初版本中 正式发行本中 这些内容呢 其实都被删除了 在正式版中啊 关于头骨 知智未提 因为养父对末日头骨含糊其词的态度 所以引来了那么多的怀疑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过还有一个说法是啊 任何嘲笑末日头骨的人都会遭遇灭顶之灾 所以呢 他也被称为末日头骨 那如果我今天这期节目也算是嘲笑过这个传说的话 那么这个传说我想啊 可能也会应验 因为我迟早啊 也是要告别世界的 这当然算是灭顶之灾了 而如果在我告别世界之前 我的头发又掉光了 那么这算不算是提前灭顶了呢 末日头骨是由一块天然水晶 也就是大块的透明石鹰制成的 下颚有脱落的情况 重量呢 大约是5188克 具体的尺寸是长12.75厘米 宽12.5厘米 高20厘米左右 它的大小呢 就和一个成人的真实的头盖骨是差不多大的 尼克尔博士对头骨的发现 就做了进一步的考证 据称啊 1927年左右 考古学家在伯利兹发现了一座玛雅城堡 养父啊 参与了这项考察 而养女安呢 在一座满目疮痍的 名叫卢巴安敦的城市 发现了末日头骨 它被埋在了一个祭坛下面 巧合的是啊 卢巴安敦在玛雅语中 就是石头倒下之地的意思 那么我们的尼克尔博士 又是怎么评论关于末日头骨的种种传说的呢 养父和养女 他们是信口胡舟 谎话张口就来的大骗子吗 好 下一期节目啊 我将把这些问题一一为你揭晓答案 如果你等不及 就买这本书 《未解的宇宙》来看 好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